那么朝中社的这篇署名评论文章呢 不仅批评了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半岛战略 而且列举了朝鲜的存在对中国的意义 那对此您又怎么来解读呢 我认为这篇文章中无论是批评中国的思维 还是对朝鲜进行自我表扬的理据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首先朝中社的文章认为 中国不应该在战略上背叛朝鲜 尤其是不应该在上世纪90年代跟韩国建交 更不应该邀请朴槿惠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阅兵仪式 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在一种过时的冷战思维 在看待已经迈入了和平与发展轨道的世界与东北亚局势 毕竟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 融入世界文明 既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 更是中国老百姓的迫切要求 而世界再变 中国再变 朝鲜却在以一层不变的过时的思维 在看待世界与中国 我觉得这个才是问题的癥结 那么其次 这篇评论文章认为 朝鲜五次核事 也没有发生核泄漏 没有威胁到中国东北三省的安全 因此中国不应该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 而在我看来 不管朝鲜核事 有没有发生事实上的核泄漏 但这样的风险始终是存在的 中国不能让东北的老百姓 始终生活在这种阴影与可能的风险之下 再加上 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是负责任的大国 我们有义务执行安理会的决议 防止任何形势的核扩散 那么还有就是 文章强调 朝鲜在过去七十年里 站在了所谓的反美斗争的第一线 保障了中国内陆的和平与安全 中国应该坦赛地承认朝鲜的贡献 对朝鲜说声谢谢 我觉得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 在一些人眼里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甚至是有一定的市场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不仅仍然是一种中美注定要成为敌人 注定要打仗的冷战式的思维 而且更为关心的是 在现代战争形态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大背景下面 即使中美发生了战争 也不会是像过去那样的陆上战争 中美双方都可以从海陆空天 甚至是从虚拟的网络世界 来对对方发起全面的攻击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所谓的陆上屏障 已经没有了实质性的意义 相反我们看到 美国与日本正是利用朝鲜合适的借口 全面强化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对中国的安全环境 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因此我认为朝鲜不仅应该认清世界的大形势 更应该多多体谅中国的难处 我认为朝鲜不仅应该认清世界的大形势